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上企29,000,醫藥內險強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升了173點,收報29,056點,成交繼續活躍 有超過1,100億,總共是1,113億 港股恆子已經連升七週 今天星期五是首次收在29,000點心理關口之上 這個走勢是比較強的 這幾天本來擔心受到A股影響,港股會有些回跳 事實上,其實昨天和今天都是要等A股收了市之後 港股在3點之後才會轉升 今天也是,3點之前其實發想發浪 當然早上因為美股創新高就升了上去 但是接著又跌下來,然後在發想發落 等到3點過後,A股收了市 港股在最後就衝上去,升了百多點 即是說的確受到A股影響,不過減 似乎港股暫時擺脫A股不上不下的陰影 自己現在跟著美股走 恆子今天衝上來29,000關之上收市 我在經濟日報曾經這幾天出了一篇文章 就是說,港股和銀子 銀子、銀子兩個攜手衝上3萬 現在是有機會的 因為杜子昨晚創新高已經迫近2萬9300點 他現在又超過了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今天是29,000多點收市 兩個不要緊,只差一點 或者一前一後一起衝3萬 當然我們的3萬點就不是歷史高位 我們的歷史高位是大概33,500點 2018年投資數,接近兩年之前 如果杜子昨晚已經是歷史新高 如果真的衝3萬當然是歷史新高 昨晚標普500指數衝上3300點 亦都是歷史高位 總之現在這個形勢上高 即是說,仍然都是比較利好的 唯一都是少少有拖累少少的 就是A股不是很狠走 純定指數比較弱 不過今天都好一點,好一點 的而且確是好一點,今天升了一點 好了,我們逐個指數來說 然後再講一下今天主要的題目 就是說,藥股和內險股是強的 好,先看恆生指數 恆子今天收市位29056 在這個升浪以來 首次升在29000關之上 亦都是較去年7月4日的高位 29008為高 收市位都高過上次的前浪頂 不是說早兩天這樣 即是衝到上去29149或者29150 445日是29150的話 那天就是衝高回落 有少少少需要怕A股受影響 有些戒備措施 但是今天的形勢就比較樂觀了少少 站在29000之上收 亦都做了一個小型的調整 這樣的話,是有機會 一路矮仔上樓梯,慢慢上 找暴力上是好的 好過一下子,一衝上去 好容易爆的那些 繼續中線看三萬關 這個中線看三萬關 不是今天講的 是什麼時候講呢 在這裏 12月12日那天 已經那個視頻 牛眼看港股的時候講的 當時那天是在27000 那天收是26994 即是喊近27000 那天已經講說會看中線看三萬 今年最牛是可以去到三萬六千點 目前那個看法是沒有變的 繼續都是這樣看 好了,你看一下那個週線圖 恆生指數週線圖 就像一個雙底形態 那現在連升七週上來 那當然你說會回一週半週 或者是有少少調整 一點都不出奇 不過呢,中線都仍是向好 是挑戰三萬關 那在去年四月的時候 高位做過三萬零二百八十點 那先挑戰大概這個水平 然後升得穿站得穩的話 就再照良照度是雙底 最樂觀的情況就是三萬六 想不到三萬六 希望都可以挑戰 2018年頭的高位 大概三萬三千五 那些後話 暫時我們不要講到那麼遠 先都是看著三萬關 先看看 上證指數連續四天是陰燭的 都是拖累著 不過今天好少少 升回一點 前浪 就是這個頭肩底的高位 是三零四百 那估計這個三零四百 或者這個列口 上升列口 那個列口底 就是三零五一 大概三零四百 三零五一這些區 應該都是一個重要支持位 來的 除非收回期下 否則上證指數調整完 都還是有機會再上 但它就黏少少 這個是真的 所以近來都是港股走得好些 因為跟美股走得好些 今天來看 看看今晚美股 能不能夠進一步再創歷史新高 道指在星期四晚 就收報二九二九七 四四五入是二九二九八 差兩點 就是二萬九千三百的了 無論如何 它已經是歷史高位收 你看見的形勢都還是利好 當然不排除有些震盪 但是仍然利好的話 它是有機會反覆上衝三萬關 昨晚升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美國 加拿大、墨西哥的貿易協議 被國會通過 OK了 比較利好 另外一個就是業績 美國 例如摩根士丹利那些業績 優於預期 最主要因為去年下半年 放水 就是減息 那些大摩亞炒房 炒東西炒得厲害 那賺很多錢 那這個形勢 是真的有利他們 所以 一直都還是上 那 我覺得 美股 首季的形勢 都還是樂觀的 至少 暫時沒有什麼看到 太過 有東西可以改變到 那業績會不會有些東西 業績差一些 拖累那個 美股 都有機會 不過 我跟大家講 其實 近來比較弱的一隻股 美股就是波音 波音因為出事 那些飛機 又炒了一個CEO 換人 但是近日 杜瓊斯交通指數 都衝上來了 本來是比較弱的 這個指數 美股三大指數 標普500 和納指最強 道指跟著 其實在中間 就有兩個指數 比較沒有那麼強 例如剛才說的 道行斯交通指數 另外一個就是 世價股指數 羅素2000 不過這兩天 人家見到 道交和羅素2000 都是升上來的 其實都比較全面一點的 升勢 所以整體來說 氣氛是比較好些 深度比較廣 有機會進一步上升 帶動港股都是做好的 我們說回今天那個板塊 留意兩個板塊 第一個板塊 就是這個藥業股 今天石藥升5% 突破下降軌 走勢比較漂亮 大成交 中國生物製藥 都升3.5% 收11.74% 突破下降軌 似一個3.0突破 這兩種股份做好 特別石藥 是今天恆子成份股 升幅最大的股份 而這個 中國生物製藥是第三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一個月前本來說 怕大量採購 就拖低了股價 不過今天央視就報道 第二批國家組織藥品 集中採購 即大量採購 今天就產生了 這個中選的結果 公事三天之後 就會正式發佈的 其實有33個藥種 選擇了 被選擇了入大量採購 其中 現在市場公佈的 就是石藥 都有入選 如果入選 雖然那個價是跌了 但是起碼 就是有得繼續做 在這個不幸之中的大行 這個股價也都 因為跌了下來 其實已經反映了這個不幸 現在入得到的 就是那個虛子落地 變成了 壞消息也變成了一個 實現了 那不是很壞 因為它可以中到標 都繼續有得做 所以就標上來 事實上它還有很多其他藥 不是說只是受到一兩隻藥的影響 其他的藥 都繼續有得賣的話 繼續有得發展的話 那重新就可以看好它 同樣 中國生物製藥 都是類似的 情形 如果你看中國生物製藥 它已經是連續 第二天 是揚足上 所以今天升幅沒有製藥這麼大 不過兩隻來說 今天是第一天 首日爆 製藥大些 就是幅度大些 兩隻都有機會重回上去高位 如果二選一 我都是暫時製藥 如果你說可以有財力的 就兩隻都買光了 好了 講完這個藥業股之後 就講內險股都做好 特別是哪一隻呢 平保 平保是恆子成份股 今天特別是在美市的時候 他們早前幾天不斷走 然後今天早段的時候 已經是做得比較好的了 在三點鐘收了市之後 即是內地收了市之後 它再衝上去 收的時候 收99.55 逼近100元心理大關 最後升4.3% 都不錯 似一個奇形突破上 而且破了頂 你看到這樣破了頂上去 這樣走勢挺漂亮的 如果星期一 有機會回一點點 你不要想著回很多 99元以下 已經是一個吸納到的 比較漂亮的位 有98元真的非常之好 因為前浪頂 這個1月14號高位 都97.45元 我估計很難說回下來 有機會衝上去衝穿100元 這個走勢 橫行區這麼久 升上去 起碼短線一點 有機會挑戰110元 平保 這隻做得好之餘 還有一隻 不是傳統的內險股 就是中安在線 中安在線 也是破了近期的頂位上 今天升7.5% 收32.35元 這些是新經濟股 是網上的東西 如果你是保險股裏面 你求穩陣的 就買平保 如果你是想博一博的 就是看好這些新經濟的 那你就中安在線 如果穩健為上 當然平保的柱是大些 如果兩柱都買 兩隻都買的話 平保的柱大些 中安的柱小些 這樣來分析 就比較妥當些 總結而言 港股今天 在A股收了之後 又衝了上去 即是說 暫時可以擺脫到A股 不想不下這些拖累 走勢有機會轉好 連升7週 但是勢還是強的 雖然有機會 可能有少少調整 但是也不影響中期 向上挑戰3萬點心理關口 今天比較好的兩個板塊 就是藥業股和內險股 大家可以留意的 好了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此了 多謝大家收看 已經變成了 所以我來參加 按謝大家 策略 平常 可以 請睡 來 請 感谢观看